所以如果你要改前景顏色 你要改別的顏色的話 你也可以去調色盤改紅色好了 有沒有字變紅色 好那這裡我們不要用 改回來好了 OK 好那再來就是說其他的 比如說這邊有有五個對不對 五個特別注意喔如果你接下來要拖拉 工具箱如果不見也沒關係在這邊 點一下就出來了 那 底下的部分的話呢當然你可以這樣拖拉 繼續再下一個 再點一下 下一個 再點一下 下一個總共有幾個呢 要五個嘛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很容易一個現象 會歪七扭八的 那他的對齊方式 我看一下這個新版的是不是有沒有 新版的好像 不太容易對 如果你要對齊喔交給一個訣竅 先不要這樣做 這個把底下 我的習慣這樣 比如說我做一個時候 那我其他要 跟他一樣 有個簡單的方式就是 按下 Ctrl鍵 按下 Ctrl鍵拖拉的話 是複製 但是你複製 你盡量 往正向方 比如說我要五個一模一樣 對不對 先做出一個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往下 距離喬一下 放開 你只要在正向方有沒有 這樣拖拉有沒有 他就會長一模一樣 然後呢你就怎樣 再把怎麼樣 他裡面的字 Caption改過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產生五個 一模一樣的這個 Label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 修改是 這邊有兩個格子